電影《黃金兄弟》上映後 票房和口碑都非常好 內地票房還突破兩億 這日監製曾志偉和導演前家樂 還有一班兄弟鄭醫健 陳小春、謝天華和林曉峰 就一起出席為勞演 首次撿到的前家樂 還得到紅金寶、袁彪、成龍和元和平 四位影壇大哥大讚 前天突然在網上出了四張照片 竟然是來自成龍、紅金寶、袁和平、袁彪 這四個叫口都不開 同時是說 陳家樂你的電影很好 李宗是我們的接班人 我們很喜歡這部電影 恭喜你 他們四個說 真的花不少錢 我想錢都買不到 陳家樂都買不到 真的 林曉峰的生日很快就到了 一班兄弟又會怎樣和他慶祝 一個部長 都不慶祝 所以沒有什麼慶祝 今天也是一個很好的慶祝 因為他有陰營 所以陰營怎麼說 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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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生日的時候都是跟這一間一起 這一間 對啊 對啊 有這個蠟營 每一次他都是在我吹那個蠟營之前 他都吹我的蠟營 你說你說 你說 所以你現在蠻幸福就是我給你的 哈哈哈 謝謝你啊 我們超級的 我們最好 我們在我們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朋友們 沒什麼 Safe 介紹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